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见的如来佛祖的大耳朵 佛祖的耳朵厚 而且耳垂长 耳珠厚远 因此人们把这样的耳朵定名为佛耳 拥有佛耳的人通常都拥有着一颗宽厚的心 能体谅并宽容他人的缺点 因此在现实生活当中 他们也容易得到他人的喜欢 同时佛耳也代表晚年健康良好 因此拥有佛耳的人 十分忌讳在耳朵上打耳洞 因为会使得原先代表的健康与宽心减分 同时也给晚年带来许多不开心的气场因素 二 耳朵吵口不宜打耳洞 在相学著作《麻衣相法》的记载当中 双朵吵口名福耳 说的就是耳朵有垂朱且耳朵垂长的人 比较有福气 如果耳朵的垂朱吵口 即耳垂朱朝着自己的嘴巴位置 则名为耳朱吵口 无论男女 如果生有这样的耳朵 都代表着拥有十分好的运气 男的可以得到妻子的财务帮助 女的可以忘夫 婚后丈夫事业慢慢转好 但是如果长有耳朵吵口的人 还在自己的耳朵位置打耳洞 或者穿更多的耳环 那么则会卸掉耳朵吵口的福气 使得原本满分的福气 变成六十七十分了 三 耳朵有伤疤的人 不是以打耳洞 依据医生的理论 耳朵上带有伤痕体质的人 不适合在耳朵上打口 因为在健康方面 会引起组织增生 流状突起 甚至可能诱发癌变 同时在接触金属物的过程当中 会导致耳朵过敏 因此也不适合打耳洞 四 耳垂有智的人不能打耳洞 了解相学的人就知道 耳垂肥厚代表财运旺盛 耳垂上有智 更是富上加富 运势极佳 并且多为长寿之名 如果在有这种特征的耳朵上打洞 一则会把智给去除了 二则会泄露财气 如此一来 天生的好福气 好财运都没有了 严重的情况还可能产生为孕 生活波折多 所以有这种特征的人 一定不要打耳洞 五 双耳贴脑的人不能打耳洞 双耳贴脑 是指两只耳朵紧贴脑部 从正面看过去几乎看不见耳朵 拥有这种耳朵的人特别少 也注定了它不平凡的意义 在相学中 双贴脑耳寓意吉祥 代表大富大贵的命运 如果有这种特征的人去打耳洞 会把自己的富贵运气减弱 容易出现漏财现象 二 打耳洞需要注意哪些风水 一 什么时间打耳洞为宜 打耳洞是为了佩戴耳环 因此什么时间打耳环是有讲究的 冲击自己属相的那天 是不能去打耳环的 与此同理 打耳洞后第一次佩戴耳环 也是要挑日子的 此后则可随意 通常来说 每年的春秋季节都很适合打耳洞 天气不冷也不热 但是春天万物复苏 细菌亦较为活跃 所以秋季是最适合的季节 穿耳洞之后 势必有小段时间感觉痒或者胀 请千万千万不要用手拨弄 另外 为了减少感染机会 生理期期间也不宜打耳洞 二 耳洞不宜太多 在打耳洞时 耳洞的数量排序也是很有讲究的 一般左右数量位置对称为宜 即使不对称也最好不要单数 当然 在涉及到面部风水的时候 还是要重新考量对数量劣序的要求 比如耳中有志的 那只耳朵上打两个耳洞最好 为之卸上 但多了会影响身体健康 三 耳洞不要打在耳阔耳屏上 在耳阔耳屏等有软骨组织的地方打动 极易造成感染 严重者会导致软骨坏死 变形 耳朵萎缩 甚至诱发面部神经瘫痪 这是因为耳骨血液循环比耳垂差 对细菌的抵抗力也较差 所以更容易受到感染 对健康非常不利 四 时常转动耳钉 打完耳洞后 每天要轻轻循转一下耳针 以防其与皮肤粘连一起 有些女生的耳洞会流出浓水 把耳洞和耳钉粘住 一转耳钉就痛得不得了 如果你正因为此而烦恼 不妨试试一个简单的方法 用耳环的耳针部分 沾上一点红霉素 再戴上就可以了 注意 耳针和针脱 不要扣得太紧 否则容易引起肿胀 最好留有一定的空隙 五 耳钉的材质 纯银 纯金或者纯薄金的耳钉 都不会让耳朵发炎 是比较保险的选择 如果你看上了某款 漂亮别致的耳饰 但它却不是纯金银的 你也千万要控制住自己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等到耳洞彻底长好了 再佩戴你喜欢的款式也不迟 六 刚打完耳洞后 要注意护理 耳洞粘水极易发炎 所以打完耳洞之后的几天 千万不要让耳朵粘水 具体做法就是不洗头 洗脸时用毛巾擦脸 而不要把水直接拍到脸上 睡觉时避免挤压耳朵 并保持耳洞干燥通风 另外 在那几天 也尽量不要穿紧身套头的衣服 避免穿脱衣服时拉扯到伤口 度过那几天危险期之后 洗头也要特别注意 洗完后要用干净棉签 把耳朵周围的水轻轻沾干 打完耳洞后 尽量不要喝酒 吃海鲜和辛辣的刺激性食物 容易造成耳洞红肿 发炎等情况 最好是等耳洞长好些的时候再吃 七 睡觉的时候能不能戴耳环 这个要具体分析 如果是为了美观佩戴耳环 那么睡觉时可以取下来 如果是为了补命里的不足而佩戴耳环 那么最好是不要取下来 八 怀孕的人是不是不能戴耳环 有人说怀孕的人不能戴耳环 其实不然 怀孕不宜戴耳环 是指不适合佩戴耳环的那些属相 以及病理上不适合佩戴耳环的朋友 其他朋友只要不碍事 那么就可以佩戴耳环 九 命里五行有冲击的朋友 盛戴耳环 人的命里五行是不一样的 如果一个人命里寄会金 就不要佩戴金属的耳环 包括质地为金 银 铁 不锈钢等制作的耳环 同理 如果命里五行寄会木 就要避开木的耳环 如果是命里寄会火 要寄会塑料 琉璃等制作的耳环 如果命里五行寄会土 玉类的耳环 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佩戴的 十 属牛 羊 马的朋友 盛戴耳环 从命里上来看 属牛羊马的朋友 因属相的原因 通常是不可以戴耳环 需要严格控制 因此 这些属相的朋友 如果你发现自己戴耳环后 出现了运势上的不顺 包括健康 情感 财运 事业等问题 那么你不妨将耳环取下来 没准就能对症下药了 此外 打了耳洞之后 佩戴的耳环 还应与年龄相协调 年轻的少女 一戴多边形等造型感 动感较强的耳钉耳环 以塑造布满青春活力 朝期蓬勃的形象 对于制造耳环的材料 不一定要太过苛求 而中年女性 一定要佩戴有质感的珠宝类耳饰 品质上乘的观感 远比造型的初味独特更加重要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净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